我们俩原来是同事 在工作中认识 刚开始的时候 我对她印象还是比较不错的 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了 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的话 我俩可能不会走到一起 自从我们结了婚 有了孩子以后 我感觉到她的心变了 有时候经常丑丑闹闹 对我对孩子 对家庭极不复杂了 天天抽烟喝酒饭式 我不喜欢男人的丑毛病 她都占全了 我感觉她现在对我太挑剔 更多的抱怨 紧窗在一块抽脚 动不动就替离婚 是孩子让我割舍不下这段婚姻 有时感觉很迷茫 一户的路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一段六年的婚姻 去向何处 稍后我们会看到三位老师 做出他们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陈32岁 来自山东 是一名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郭25岁 来自河南 也是一名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六年了 对 你不想跟他过了 因为两个人嘛 然后跟一块说话 然后感觉又逮狗 又逮狗啊 老师沟通不了一块 什么事沟通不了呢 两个人嘛 然后刚结婚 跟父母住到一块 买的东西了 然后现在年轻喜欢买的东西 感觉啥 然后你老师站到你父母的角度上 然后你老师感觉你父母 你感觉 你不会 接他直播到的情况下 你非得接他探探了 关键这些东西 咱在 关键咱在 有朋友不是一个娘 他肯定没他直播到 好 所以没来东西吧 这些好说是吧 然后呢 老师我有社会经验 我就想问问社会经验 社交社会经验 来 现在来 谁过马路过不去 就是你从过不去 然后呢 还有啥 天天喝酒 打电话呢 从来就是不接电话 你知道吧 不是 我讲座上半个学 是你打电话 半个学是你打电话 然后每次抽烟喝酒 就是他的强项 你知道吧 谁不抽烟谁不喝酒 然后每天晚上回来 如果不跟朋友 该快喝酒 然后就自己在家 自己喝 因为啥 现在他工商 在家养工商 工商把我意思 然后你给他 照顾一下孩子 对吧 然后孩子下学回来呢 然后老师给孩子说上 你自己看电视吧 你自己可以 看看书籍 然后我现在书籍点都 比大人万里都好 再说我说他听完 然后呢 我每天下班听完 最起码的八点 所以说我照顾不了孩子 我说你现在在家休养 然后你照顾照顾孩子 但是他呢 从来就有一种应付 然后我下来呢 下班以后 我喜欢呢 回来唱唱歌了 然后刚刚上 有这种爱好 不是 你唱歌行 然后他呢 老师足足智 你知道吧 然后我说都是不想唱歌 你唱的 你唱的好听嘛 然后你天天唱歌 唱两句 唱两句 不关 唱两句 你还指不得 唱歌 这班呀 十老家中唱歌 你不就来修话 你不就来 他叫夜班歌声 那你听听 你看吧 看不到我爱的人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 等不了爱我的人 鲜刻入侵 他骗不了人 我不是无情的人 却将你伤得最深 我不忍我不能 听好听好听好 哎呀唱到这个动情啊 前面那一锅粥炒的都不准手 歌清楚啊 这就吵了吵了吵吵了 听出一些端倪和苗头来 我想问几个基本的事实好不好 不要吵架 吵架没有意义啊 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现在跟公婆住在一起吗 现在分开了 分开有多久了 现在分开又不到一个月吗 为什么分开呢 因为分开 因为以前不合 然后他老是看不管我 跟谁不合 然后跟我们婆婆 你别管你做啥事情 他老是想让你听着他 第二个问题大概是 你们都谈到了 共同谈到了责任问题 对 交矛盾的焦点 首先谈到了孩子 男孩女孩 女孩 家里平常谁带这个孩子啊 你们不是跟公婆分开 才一个月吗 在此之前孩子是谁带呢 之前是那个婆婆 那你带过孩子吗 带过 带过两年 从孩子一出生 到两岁的时候 对 两岁之后 这孩子就没人管了 就交给婆婆了 是 是 哦 那你那么疼这孩子 你们夫妻俩咋不带呢 主要是现在 把他工作不稳定 一直不赠钱 我必须工作 你媳妇挣钱养你啊 一家手 一家手 我上班 他再讲你带孩子 我就说这是展示的 我不是因为工程 我是说这四年 你挣钱比你媳妇挣得多 是还是不是 对对 就别耗面子嘛 是就是嘛